你知道嗎 你們的評論總是很傷人 每一次我做一個視頻出來 你們都在那裡抱怨 CC你為什麼不玩遊戲 然後每一次我做一個遊戲視頻出來 你們就說 CC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去玩這些手遊 你能不能玩一些勁爆的電腦遊戲 我們想要看到的是你玩遊戲的那一面 你知道嗎 那麼好吧 OK 作為一個UP主 我們有時候都要承認錯誤 有些時候我們也要保護大自然 畢竟UP主呢 像我西蘭也是個學生 有些時候我也要吸取我以前的錯誤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這個摩爾莊園 摩爾莊園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玩的一個遊戲 其實是真的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我家裡那個寬袋 一個月只能用30小時 然後如果你超時的話 你要多付錢 所以每個月如果賬單上面有這個超時費的話 我媽就會非常非常的生氣說 西蘭 對我那個時候不叫西蘭 叫這個賽蘭 賽蘭是我的名字 賽蘭你是不是正月又有網絡了 沒有 我沒有 我只是查資料 有些時候呢 抄的還會十分多 這個所以呢 帳單上面的錢也會十分多 終於有一天 我忘記清除了這個歷史記錄 我媽就突然打開這個電腦問著我 兒子 摩爾莊園是什麼東西 那麼這個是很多人小時候都有了這個童年記 就是這個摩爾莊園 這個遊戲呢 在去年已經停服了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寫著 2016年Happy New Year 2015年的時候其實就停服了 不過不管怎麼說 OK 不管怎麼說 我們還是要 進一下這個遊戲 來回顧一下我們的童年 然後我們要申請一個桃米賬號 這個密碼肯定是不能讓你們看到了對吧 這個密碼怎麼能讓你們看到呢 不可能的 申請 我是門門的女生 還是我是帥氣的男生 這兩個其實看上去都非常的娘 就和TF Voice一樣 行了 我們選個綠皮膚 我以前好像選的都是藍皮膚 因為我很喜歡藍色 下一步 選擇你的第一隻小拉姆 哇 一開始就有小拉姆了嗎 我們來選一個黃色的拉姆 所以我們可以偽裝成這個超級拉姆 我叫萬能小博士 萬能小弱智怎麼樣 萬能小弱智完成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劇情 這個是摸摸公主 哇 這個音樂太你媽想了 親愛的小摩爾 歡迎來到摩爾莊園 我叫摩摩 是摩爾巴士的妓女 女兒 對不起 我的錯 摩爾莊園的公主 真高興今天能見到你 奇怪 你怎麼能知道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萬能小弱智不是小摩爾啊 What OK 我們要簽個公約 對 我還記得以前玩這個遊戲時候 你要簽個公約說什麼不說髒話還是什麼 我記得以前奧萬馬好遜也是屏蔽詞 敏感詞 What 多少摩爾豆 50萬 50萬摩爾豆 我記得以前打工 你在那裡做兩分鐘才獲得500摩爾豆 這個是多少 50萬摩爾豆 現在這個錢不值錢了嗎還是什麼 摩爾豆是摩爾莊園的通貨膨脹 通用貨幣 我讀錯了 我讀錯了 可購買家具 一開始就有這麼大的房子嗎 我以前玩的時候 一開始是住一個小地洞裡面的 你知道嗎 不是這種非常垃圾的女生小屋子 我能改名嗎 這是第一點 首先我們要改名 OK 我不能接受這個垃圾名字 叫做萬能小博士 萬能小弱智 我們可以領取一千摩爾豆 僅僅因為我們再現了一分鐘 非常酷 以前需要打工你知道嗎 現在可以直接拿一千摩爾豆 我們首先去地圖吧 OK 我記得我以前最喜歡玩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釣魚 釣魚是最好玩的這個小遊戲 能不能不要他媽的閃這麼多東西 這個頁面 我屌是這麼多 跳過劇情 我們點一下跳過劇情 跳過 OK 我們能不能去釣魚 釣魚應該是這裡對吧 釣魚 是這個神秘湖我記得 有人和我一起釣嗎 應該是沒有的 這個遊戲我很好奇 是不是和以前一模一樣 我希望是的 好像是的 音樂呢 音樂我記得嗎 哇 哇有人記得這音樂嗎 這個音樂弱智一批你知道嗎 我不敢相信我現在竟然在玩這麼弱智的東西 你知道嗎 我感覺十分的不好 我感覺這個是 是侮辱我的智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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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記得 什麼東西啊 兄弟 最後會有一個很厲害的大魚 然後你需要通過一個小魚來餵這個大魚 所以你可以釣到它 我等一下試一下 最後我們試一下 最後我們試一下 來了來了來了 劇情 劇情喊什麼 哇 我出來 看好了 看好了 哇就這樣子 我釣到了 我釣到了 還是高玩厲害你知道嗎 現在我獲得一個大魚 然後呢 我是應該獲得一些東西 有獎勵嗎 有 有獎勵嗎 一點獎勵都沒有嗎 不會吧 一點獎勵都沒有嗎 以前不是會獲得什麼摩爾洞嗎 現在釣魚沒有獎勵嗎 那我釣個雞巴魚兄弟 我可以當警官嗎 我想成為摩爾莊園小警察 你知道如果你在某個網站上面說 檀木你會被抓進小灰屋嗎 是的我看了過的 不要不要說檀木兩個字 OK這個水不正能量的 OK 作為正能量的人 你怎麼能說檀木這兩個字呢 你難道不知道檀木這兩個字怎麼讀嗎 既然說檀木 你這種人肯定有其他的 這種事情 這種想法在後面你知道嗎 OK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已經有點喪失興趣了 說個大實話 我已經有點不想玩這遊戲了 對還有一個我比較喜歡玩 是那個滑板是不是 在山區上面 不知道是哪一個 滑雪 滑雪 說到滑雪 我最近看到的這個梗 這個視頻 簡直是 太好笑了 我們來看一下 OK 握一下時間 滑雪 我們來玩這個滑雪遊戲 我已經忘了怎麼玩了 我已經完全忘了怎麼玩了 我覺得這樣要等500年 所以我們去玩單人的 確認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 加載不進去了 或者這就是遊戲本身 其實還有一個遊戲 是那個景觀的 這個遊戲我記得是最有意思的 好像是要點上面哪個東西來著 好像是點 哇這都是 這個東西對 點這個東西開始玩的 營救人質 確認 這個音樂 這個音樂我還記得 世界上最弱勢的音樂 你知道嗎 真的 關鍵這個音樂就是一個5秒的一個循環 它這個循環還接不上去 所以中間會有個很尷尬的卡頓 就像這樣 是的 我們來開始吧 所以這個遊戲呢就是 鼠標點擊跳躍 哇我小時候怎麼會喜歡這麼弱智的遊戲 真的嗎 不會吧 不會吧 西蘭尼小時候這麼弱智的嗎 這是什麼垃圾遊戲 看 我死了 OK這樣結束了 然後沒有任何摩爾都可以拿 那玩這些遊戲有什麼用呢 好像是沒有的 行吧 就這樣吧 這個摩爾莊園 我們今天就探索到這裡了 這個還是 童年的一個記憶 我們就讓它待在那裡 不要讓它回來了 OK 我覺得這種東西 我們再去碰它 我們會摧毀我們以前童年的一些記憶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去碰它 就讓它變成這個樣子 OK那我們今天這個視頻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別忘了點個點贏點個訂閱點個投幣點個收藏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別忘了偷個硬幣 取消個訂閱 然後我們下一期 塞爾浩再見 我是個遊戲主播你知道嗎 我要玩大遊戲 所以下一期視頻 塞爾浩我決定好了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